那我就先把我所有的资料先还原一下 例如说这个没有做超连结 所以我先把它移除超连结 然后TOTAL2里面现有的资料 除了标题我留着 其他我全部都把它删掉 也就是这里开始 第四列开始 全部都删除掉 然后将油标落在这个地方 用相对位置来录制聚集 很重要一件事 你要把位置都放在固定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在民国一百年的工作表 油标应该是放在A1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看看 什么录制聚集 首先回到List 再一次确认几个重要的位置 因为以相对位置来录制 这个位置很重要 所以油标List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民国一百年这张工作表应该是落在A1 TOTAL2工作表应该是落在 来我们民国一百年 我游标放在这边List 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聚集名称叫做收集资料2 收集资料3好了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点了确定之后 第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要先把这个一百年复制起来 就游标所在的格子直接复制 所以你当然也可以点长用底下复制 然后点选TOTAL 从现在游标的A4这一格往下选 选390格 选到390格之后呢 放开直接做常用底下的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方向键往右移动一格 然后一定要点回去这个List 去做超连结 连结到这份文件中的一百年 这个工作表确定 然后接下来 开启超连结咯 开启这个超连结 我是用方向键来操作 所以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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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总计我不要嘛 然后接下来呢 直接选到最下面 所以Shift键按住 什么叫最下面 就是END按键 AND按键 跟往下的方向键 点一下 这样就选到整个最下面 再接下来呢 我要选到最右边嘛 所以END按键 点一下 往右的方向键 点一下 直接选拨 直接选择 复制 常用底下的 复制 接下来再点回去 Total2 直接做贴上 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新北市 往左边移动 或者是你点Home都可以 然后呢 END往下 再往下一个 然后点回去我的List 这个时候这个方向键要往下移动 一个这样子我就整个的录制聚集完成 请你们就是现在动手练习法 续集啊录制好